说到国内的男团女团,除了早年的飞轮海,至少丽和TS Boys,大家如今想到的必然是从偶像链牺牲,主导的9%和从创造101出的火电少女。 自出道之后,两个团队走的路线也是大不相同,9%先开了将近20场见面会,之后访认他们自行发展,到了现在才开始打造作品,火箭少女出道之后团专团终接连不断,最近才开始首唱会。 不过男团女团果然还是有所不一样的,9%的9个孩子们之间关系都很好,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内打架,互相内涵的情况出现,粉丝们虽然常常会有些摩擦,但始终都没有大范围的互私出现,而女团的粉丝们就比较激进了。 虽说对内有过内涵风波,但大家也都相信是他们的无心之士,毕竟几个人的关系确实很不错,不过粉丝们却都是不依不饶的主,每天都觉得对内的其他人,混合自己的爱都一样。 孟美琪和三位杨仁琴的事情成为了最近的话题之一,大家在见面会之上被要求吐槽自己的队友们,杨仁琴说了孟美琪邋遢,却遭到了孟美琪粉丝的强烈不满,觉得她对美琪强按人设,觉得她情商太低,就连火箭的造型师都看不下去了,想要为他们解释解释,因为太太眼中,小姐姐们的关系真的都很好。 但这番型,没想到却适得其反,反倒找到了大批粉丝的故事认为她不,要多管闲事,造型师被粉丝们骂得不止一文,也相当生气的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,还气得威胁粉丝说什么没听过不要得罪造型师这一运行的话,于是遭到抵制,最后得到了辞职的下场,而风波过后,孟美琪扬云琴,似乎没怎么被影响, 在广州活动的时候,二人还在后台搭眼拍照,看上去并没有生什么邪戏,但是造型师被骂得也是真惨啊。 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? 面则猙獰,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 밝联系删除。